他在那邊有了另外一個家庭 對 他有了另外一個家庭 那你想說做子女的 一開始聽到這件事 一切 覺得是很氣氛 特別是我 我一輩子都在背負你的債務 然後我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我還有過阿信的日子 我還要差點失去生命 所以那時候是很痛苦的 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媽媽聊天 聊到十二點 我後來隔天寫的 寫的在在臉書上寫說 這輩子大概不知道什麼時候 還有機會跟媽媽可以聊到十二點 聊到十二點 就我們兩個來客廳聊聊 最後我媽媽突然間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他說 其實要謝謝巴西的那個女人 因為她這麼年輕 她願意嫁給你爸爸 而且照顧你爸爸 你爸爸身上還有一些慢性病 我還一直在擔心 那既然有人照顧她了 我就比較放心 對 所以我媽媽跟我講完以後 她就說 有人照顧她 總比她一個人在外面流浪的好 然後那一個晚上 我都在看她們的臉書 看到說她們朋友叫她青 也就是貶義的那個 然後又沒有爸爸 然後就混血 然後又嫁 我就想到我自己十二年 在美國流浪的日子 我覺得小孩子是很無辜的 我跟你講 我到快天亮的時候 手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啪 就按了一下 就是交友 結果睡著 隔天起來就回覆 然後就有一個訊息 一個女孩子的訊息叫Lydia 她說 請問你是我哥哥嗎 這個場景滿特別的 對 那我們就留下了這張照片 夫妮們兩個的身心很好 對啊 我們那其實是 其實是滿開心的 然後 然後 在這張照片拍完不久之後 讓我父親就離完費心癌 就離開了這樣 那於是乎這張照片 就變得是我跟我父親 拍的最後一張照片 那在她生命最後的終點 其實我很想要問她一個問題 就是 我想知道她到底愛不愛我 那時候我很好奇這個問題 也是逼到最後 當醫生告訴你說 你再不講就沒有機會了 我才鼓起勇氣 問我父親那句話 然後當時她其實已經有點迷流了 但是她突然聽到我的呼喚 她好像突然回光返照一樣 就很認真的看著我說 當然愛你啊 不然我這一生做的 又是為了什麼這樣 所以有時候就覺得 不要讓自己人生那麼遺憾 我不是個孝順的小孩 而且我做了很多很糟糕 傷害我父親的事情 但老天爺依舊對我很眷顧 讓我有機會能夠跟我父親 好好在最後 道謝道愛道歉 我們就去那個辦公室的屋頂 她就突然拿出一個戒指 跟我下跪 這麼戲劇性 對 好偶像俊的感覺 對 戀愛道 然後她就跪下來跟我說 我這次真的認真的去思考 我們兩個的關係 如果你真的願意 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 我們就用結婚 我們就以結婚為潛力交往 我就帶你回去見我父母 以表示我對你的認真 那這一個禮拜 我想進了各種方式 然後就很像慾望城市裡的 在選Aden跟畢哥的時候 那個作家對我來說 就很像穩定溫暖的Aden 對 但是那個畢哥又 你知道可能充滿一些危險性 以及我已經在他身上投入 這麼久的時間了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喜歡 然後那時候同事也幫我 想了各種理性的方式 我們在公司的白板 心水小偷 列出就是可能男生的優勢 我的天啊 你知道他就是 想盡各種方法啊 行銷學啦 財力 年紀 體力 體力都都進去了 來人啊